董卿的老公是富豪蜜春蕾,如今她的身价已经超过60亿,但是她却非常的低调,迎娶央视女神董卿更是让她的人生达到了巅峰。 在2010年的一次聚会中,蜜春蕾偶遇央视女神董卿,面对蜜春蕾的表白,董卿已不了解对方的理由婉拒。 随后,蜜春蕾对董卿展开了热烈的追求,看到蜜春蕾对自己的一番深情,董卿终于感动了。 经过再三四所考虑,董卿终于接受了她的感情,两人相爱了。 其实在遇到董卿之前,蜜春蕾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并且和前妻预有一对龙奉胎。 自从蜜春蕾与董卿热恋后,蜜春蕾便想与前妻离婚,后来,蜜春蕾赔偿前妻一大笔钱作为离婚条件。 因此,有人说董卿其实是小三,关于蜜春蕾,董卿和蜜春蕾前妻之间的事实非非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。 现在蜜春蕾和董卿的儿子已经六岁了,他们的感情也一直很甜蜜,让人羡慕。 你们知道董卿有个富豪老公吗?